大家好,欢迎又来到逢星期五动漫废物电台的港曼老姐帮 收听方法是在我们的网站直播 而收听重播,我们强烈建议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收听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中 右边有没有中间的位置,可以去到e-chart的留言板和各位听众和我们的live chart 你不是打算一分五十秒之后说完一万九几字 盲记,小弟,阿基 好,今个星期有两件大事件 第一个是关于新戏,我们变成了电影的咬借邦 另外一个是关于版权的问题 先讲一个版权问题 上两期的古惑仔 三期吧,如果要计算最新的 但今期没有了 对,出了两期 应该这么说 在那边那些都还在 那些叫你不要上载的旺领 但是那些水印呢 今期没有了 牛佬就说某些原因 所以就拿走了,他没有解释 不知,我忘记说他会在节目中说还是再说 药莽是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上周那一集也有提过 关于水印的问题 我被人搞,我又不是被人搞 有若干的版人就質疑我 質疑我为什么要这么介意 我先这样说 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很客观持平 相对来说 不是的 有你在这里肯定有问题 有些内地 不是,我先讲第二遍 有些内地的网友 不是网友,而是网民 批评牛佬这个行为 就是说 大陆的人是不是都不会买书看的 你这么做 只会让你本地那些 读者不再买 我会这样说 突然很关心牛佬 你们买不买书 和牛佬对你无常上载作品 是两回事 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 我会有个比喻 如果这位人突然有性无能 你是不是可以容忍别人 随便搞你老婆 反正对你无数 你亦都用不到 不会的 所以我认为 性无能都可以用手 你这么快 jump to conclusion 不是 你可以有很多选择 不像私敌这样 只是玩一条渴 若莫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会觉得 或者这么说 他们亦都说 牛佬这样做成效不大 先撇开成效大不大 其实我也觉得成效未必很大 但是 不是啊 成效大了 不是啊 成效大不大 跟他应不应该这样做 是没关系的 就算成效不大 都不等于他不可以这样做 即是 极端的说 他是想揽炒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是几个人的选择 现在不必极端治平吗 我现在极端中立啊 我现在极端中立啊 所以 即是内地那些 所以 即是有些内地网民 我会觉得 peacefully violence 有些内地网民这样说 我觉得就有些 就是吊诡的 你问我 我就很简单 即是 其实应该要分开几样东西去想 不同个层次 我又没有老蕭那么厉害 可以分到几个层次 我只是觉得其实是几个点 呃 是 牛佬不是做善事的 他是做生意的 所以 你其他人怎样可以 upload 或者哪里可以买到 哪里不可以买到 并不成为 你去upload他的东西的 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他有点偷换概念 他们那群人批评牛佬 这样做 没有用 但是他这样做有没有用 和你们那群人有没有upload 是两件事 至于有没有用 现在turn out出来好像有用 他说是他upload的那一人 他现在说不upload 结果现在真的没得看 没得看 没得看 那就不要紧了 但是 但是 抗茶有没有听过 那时候是问过牛佬 牛佬是否应该找些人出来 对质 叫他不要探紧就可以了 不需要弄这么大件事 不需要落水印 我的角度就是 很简单 你本书 就是码了你 你是一个漫画家 漫画家应该对画面有追求 所以你落水印 是会破坏了这个构图 至于你说搞狗你那些网民 我有看他的留言 我对他的论点 都挺不予置评 和不予为言 他们有几个层面 这个真的很好笑 有几个层面 第一种层面就是 为什么你要批评 现在反击黄 反击黄 去侵犯版权的一个漫画家 首先这种说法就是透缓概念 第一 应该这么说 他这个行为除了反击黄之外 他是在损害 有买他输过那些人的利益 你无可否认 他就 因为那段词我有看 他说得很有趣 又说 如果你爱这个 阿嘉你应该支持他 首先搞清楚 买他的书和爱不爱他 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有个朋友被欺负 他准备反击 你没理由阻止他 但问题是你打扰我 有人 如果说这些 不能阻止他 如果他拿刀去捅人 你拿着他也很正常 我想说 不类比 我想这个问题是在于 可能有些读者真的 不介意他这样做 因为你很爱牛佬 这是一件事 但的确是有些 纯粹是消费者 我其实都是牛佬没有感情 我只是想看他的书 如果他发现有些水印他投诉 也很理所当然 你要这么想 用我的角度出发 因为是本书我买 我看着 其实旁边的红字 都还能接受到 但你拿着前一期 他写着动漫屋 什么极速动漫 他都说出来了 不怕他说了些名字 我那时候好像看老翻 那种感觉是很不快 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因为你这些混蛋 又在阻止后 牛佬打击一些翻版 而且他有说过 我觉得牛佬不是打击一些翻版 根本就是在帮他们宣传 现在不是每人都知道 有那几个网站 其实我也觉得是 是吧 去看其他书 看不到古惑 是的 另外 他们不影印 不scan 最重要的是 他不想帮旁边的网站做宣传 因为他放回自己的网站 就想放回那些网站 他在A就放回A 要变成像无忌那些网站 就变成了旁边的网站 才再上传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他不再放回书的原因 然后就说 现在打击版本 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極 这些是暗咎的想法 你怎样可以无所不用其極 你不如不要出版本 你不可以无所不用其極 你不可以无所不用其極 你不可以 你这本书要维持 你始终需要买书的人 你不是可以 然后最好笑的是 有人跟我说 喂 现在牛佬本书 牛佬在自己本书上这样做 你吵什么 我吵你老尾 本书完两只牛佬 我不是牛佬傘 你是不是自称傘 我不是牛佬傘 你不是神经病 然后有个人最好笑 17元大浪 那你不要想到要吵地铁吧 你今天是不是塞到吵架 9元多大浪 那你短情 他短的 其实这个逻辑我看 那位人流行说这些 那是个字像 我都觉得很好笑 我都拿了个比喻 我当是有一间餐厅 因为怕人家偷食 因为常常人偷食他的东西 他为了趕着偷食他的东西 那些人特意做烂食 放一些蟑螂进去 然后有吃饭的人 喂 蟑螂啊 他老实就是吵架他 你给三十几元而已 喂 现在打击霸王客 吃霸王餐的人 当然无所不用奇极 你给三十元 我开这间餐厅 百多万多钱 喂 如果你要用这种逻辑 其实 以我所知大部分生意 那是不应该吵架整个 任何生意都不应该 因为大部分生意都好少 因为单一个客人 比你本身的公司的 那个营业额 是不是很少 可能有 我不知道 但应该没有 这个逻辑那么像 他很努力 做了那么多 大家要多谢他 那种感觉 简单来说 就是 牛佬 他是在做生意 既然他在做生意 应该要理解 他的客人在想什么呢 还有我觉得 说这些东西的人 有一个盲点 他的思想就是 他包容牛佬 这样做 我觉得是他个人的权利 但你并不能要求 全部有给钱的读者 去包容这种行为 他们是有权去 投诉这件事的 或者批评这件事 我会这么说 我想合理 你总不能说 喂 我正在打击霸王客 你为什么要吵架 那本化学蟑螂 我想他们是不止于 不让你批评 而是不让你不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 他已经可以批评你不喜欢 因为这件事 那两天也发了 有点回响 我开始在想 其实如果说 版权这件事 除了upload 书之外 是不是应该 还有一些 其他的行为 例如 抄图 登商画 登商画 在我的角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对版权的理解 和其他人有点不同 固然之 上载一本漫画 是在侵犯版权 但是抄图 也是在侵犯版权 而据我理解 奥鲁 公司出了第二本 的少年雜誌 是有登商这个行为的 是啊 我不是说 因为他有做过这件事 而不能够 他就应该被人 侵犯他的版权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会觉得 你做事的时候 要一致一点 你做事的时候 你把尺 是要Constant 可能因为那本书 是不Constant的人 有份搞 那把尺 不Constant的人 有份搞 所以不Constant也正常 所以 我应该这样说 我应该这样说 洞废 即使 大部份的人 都应该承认 是有 会上那些网 看漫画 但我们买的书 其实都已经很多了 其实 我们即使做 都很低调 你不会很高调 在哪里有得看 你自己去吧 尤其是趟晚 我们现在的桌面 真的很多 只是桌面 桌底 桌底 那些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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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特别支持盗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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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们做盗版的工作 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或者一个网台 可以做的事 就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 买多一些 我们是不反对网络版 但我们反对盗版 大度都有这样做 如果你有想到方法给钱 都很乐意去付这个钱 没错 有些真的找不到 但是有些追求 我们看漫画是有追求的 除了故事之外 你会追求画面构图分镜 很多很多 譬如意识 仆街的意识感 我们都会吵架 譬如海虎2.5 那些我们不同意的政治观 我们有买 但我们都会吵架 所以 你看一本漫画 你追求的肯定不单止是一个 单纯是为了盲撑一个作者 还有那些帮 股猾仔 下水印的行为 自圆其说的粉丝 我会这么说 你们在做这个行为 是会令到有份给钱 买牛佬输的人更加不满 我觉得牛佬不会这样吵架 那些指责他下水印的读社 但是那些 我不知能不能互主这个词 就是帮助自己人感觉的人 导价护航 那些人去吵架 买书几十元 那些 老实你真是帮牛佬倒米 你这么乱串 我就不买 你少了一个便少了一个 现在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只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加上要做一场千人之战 只有一个原因 跌了书 你如果想帮牛佬 要不请你个人买多几本 要不你支持他翻翻版术 就容忍那些会吵架的 有买书的读者 如果他这么保护 不如去那些盗版网站 吵架人家 没有的 你没有留言 有的 有什么叫做推铺 有 那些网上一定有的 有的 但是 那没意思 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会看的 不是网主 你保护 你爱户佬佬 你当然是为他做事 你为他做事 在Facebook说话有什么意思 那你当然出去行动 在Facebook打飞机 这些周不时都有的 Facebook就是用来打飞机 但是有一班人 又说支持网上盗版 因为大陆是看不到 瓜仔实体书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大陆买不到 怪不得大陆这么多假东西 很多东西都生产不了 以我的理解合法的途径 当然是买不到 但是 你看不到 你应该吊架政权 不是移走去看盗版 那是两回事 那不一定的 你不进口也不一定 跟政权关系的 这是一个代理问题 有时我有一些盘子 我都要找版 是因为香港真的没有 有时在外国有些不进口 扮region问题 有时也是 你很难这样说的 问题是 你买不到不等于 他要亏给你的 你要这样想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如果去到最严谨的标准 就是你看不到 不是你买到盗版的理由 你只能不看 去到极端的持平 应该这样 我相信 到这个年代 很多人都会接触到盗版 我自己都会 但我不会用 因为我看不到你做 你又会合理化我 这件事 其实是怎么都不合理的 你偷了东西 你就承认了你偷了东西 这件事是一件坏事 但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做很多坏事 你只能够 不要这样去做 你不要说这件事 没有办法 唯有做 我乱过马路 我知道是不对的 但我一定会看看 附近有没有警察 还有没有车 最重要是看这件事 警察是第二件 是第二件要看的 万一有个警车 那怎么办 那不就站在那里 蛤 神经病 不过 落水恩这件事 其实如果 我之前看过一本 经济学的书 他讲一个例子 有没有试试 突然去另一个层次 突然去老少级 他讲一个例子 就是 他有一个slogan 就是 一个外卖拉面当 是不应该请公立生的 为什么 意思就是 他的故事就是这样 有拉面当 好吃的 但是 他只是一个人做 所以他送外卖的时候 一个老板自己去 现在没有人摆 没有人摆 做法就是什么 就没有拉闸 就是 吃东西的人继续吃 吃完之后 就自己放些钱 但是 后来很多人 趁老板去做外卖的时候 就不给钱 老板就请了公立生 但如果从经济学 他计算 他计算是 他找公立生 给公立生 即是兼职党 他给兼职党的钱 其实跟他的损失 他是不成正比的 就是他给多了 是贵了 是贵了 其实我觉得 这次水印事件 其实是同一个例子 你放了水印 让一些本身支持你 不论你外母游佬 或者你会买书的人 买实体书的人 觉得自己受了损失 其实真的得了尝失 其实老实 我一直都认为 这个行为是涉分大于一切的 很明显 其实他有说过 他有说过 anyway 事实上 turn out的结果是好的 turn out的结果是好的 但我们不应该用后果论 去证明这件事 正如我们不应该合理 用核买不到 来合理化 我们看翻版的论调 也不应该用核买到最后 这样有效 来说明 你是应该要这样做 但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人 他们觉得 对不对 是用够不够做 所谓够不够做 我觉得证实不到 这是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这两个星期没有了 其实有时他都会迟的 你不排除他过两个星期 即是固态伏盟 他又可以证明 可能有第二个证明 没有Catboy 可能有Dockboy 你暂时未去到 你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好的结果 暂时来说 如果真是你下了水印 而不害怕的话 那你是不是长期下了 那真是赶紧买书的论者 有听众说 牛佬是可以反击盗版 应该所有人都同意 他当然有权利 但你没理由 伤害无关消费者 你这个是七伤权 他不是伤害无辜的 而是伤害自己 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说 你应该是真的 认真面对网络这个市场 例如我有机会看盗版 因为股仔 而我应该有机会看网上版 就是因为 你手识千多期 你说某个人物 我想重复看牛菇 牛菇刚刚出版 我想重复看牛菇 最初是故事 除非我没有买合正本的话 我唯有去书屋 大家都知道书屋有多少 现在香港有多少 挺容易找到 我真是唯有上网找到最快的做货 但是如果你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譬如可能你是会员 或者你有帐户 可以付钱 你可以上网看回 其实我都是一个市场 我想 但是 不得不承认它是港湾 特别是港湾 因为可能市场相对比较小 是难以去面对网上潮流的 相对是日晚或者美晚 在我而言 我不同意 其实香港漫画卖浮都很厉害 香港漫画卖浮都很厉害 以前的 你们在外国住过 你都知道唐人街很多人都会买漫画 主要运过去很贵 现在买一本书 3倍 对 很贵 其实你要做的都没说不行 但是就是大家愿不愿意投资 那时候大道刚刚开播 没多久就弄了一个APP版 其实我也听过有些行家 在这件事上面有一个讨论 就是 这些赚得多少钱 但是你要投资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我想我们这里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不同意这种想法 就是 你不扔钱下去 那些东西是不能回来的 你不累積 别人在网上的翻版看了这么春多年 你要改变他的习惯 第一 你一定只能出你自己公司的书 这是你们所谓的弱点 但是回来就是你们可以出到的是最高质的东西 包括可能几样东西 第一 可不可以出草涛呢 我不知道 你可能一截就可以出草涛 可能是两个版本 但是你知道草涛版本可以是很卖钱的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看开很喜欢看草涛的人 我不知道 可能他会觉得这些买钱 如果我给你 在电子书的功能上面 对 因为你正正就是由头做本书做到尾的人 你是有些东西是道版的做不到的 是必然的 是有些东西做不到的 但放上去之后 那没办法 但是这个就是 如果我知道你是有得看的 我可能也会找回一间 因为你在你的电脑上画 那并不是刷版 那可能你的稿是最精彩的了 原汁原尾 即是你A4尺寸和A3尺寸 不完全有关系 因为有时候电脑的色 和你印刷出来的色 是有些分别的 是的 那就变成了可能 讀者就会看到 看到上色的人看到的色 即是original 可能是很minor的分别 对于大家来说 但这些就是心机和姿势 我建议认认真真看回这个市场 其实香港你看到 刚才说了大道app 接着慢道battle也有app 但是慢道battle 其实我一直都有跟开 但其实几个月没有update 慢道app 因为有些不同的问题 令到它暂时都没有东西 我觉得其实有些可惜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会觉得 好像这些东西想不到如何收钱 那你就会变成了 只投资没有东西 但是潮流你要对抗 你要花时间 例如你刚才想说 比如美曼 美曼这样可以吗 美曼的形式 其实是 它有网上版的 有 都是这样买下来的 然后它本书是会送曲 你买出是会送一条曲 Marvel才是 D.C.不是 D.C.有些版本都有 我想问 我没有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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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还是Marvel 他们是有Season Pass的 有吗 Marvel有一个 但是那些是看旧书的 不是看最新的 但其实你看旧书 对香港漫画 其实都吸引 因为你追回 你一来方便新人入手 故事 对他们来说 之前我忘记了 好像和韦雄夹过 两个人夹过 一个帳户 好像是400元一年 Marvel任看 即是旧书任看 D.C.呢 我现在所知就是比例 大家都有听过Injustix 它是Digital version 然后隔了老链 才出了两本 Paperback和Harkov 才有实体书 你平时是没有博装的 Injustix 有 哪有没有博装 Injustix是没有博装的 Injustix是没有博装的 不以联网的 不以联网 有 Gordon Amars 哪有博装的 出到第四季了 它是口装 不是博装 我肯定有 一罐可乐 六罐可乐 输了我喝六罐 是 我明天就一罐拿回 是的 它的画面都是配置螢幕的 配置螢幕的 它不是我们平时揭开输的 所以可以做 但回归原点 这些是它们需要投资的 但是 不是因为它不投资 你就可以胡说 从来的原点 在道德上 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要搞清楚 偷了东西 是偷了东西 不必用任何方法 合理化自己 但是 我也是说 我开始说了 但某些行为 你也不能太过胡处 是的 我同意 因为 你打击翻版 应该有某些 某些东西是要守的 因为你同时面对你的读者 当然 关于版权的问题 刚刚上星期的晚度battle 都有些争议性 就是天地双龙的封面 由于它放上封面 之前我们也说过 但是由于今次上封面 就更加多人套 其实这条线可以画到在什么地步 这条线 其实那条线 不是说可不可接待 是不是羊不羊的问题 就是刚才你所说 要看有没有猜到 那警察未必会走过去看内门 但是他会放封面 让你看 那你觉得是有问题 其实本身画在内门 我们也觉得算了 但是他这次会弱了一点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幅画是他 这个是什么作品 天地双龙 天地双龙 那两个叫天地双龙 我最近因为很不幸 我有玩玩玩具 我知道那间玩具公司 他刚刚在买了一本25美金的画集 那本画集 我很怀疑他有没有问 那间公司拿版权 因为我看到 Spider-Man和Batman 和他的幅画都很漂亮的 出现 我想问大家 如果他在绘制某个漫画人物的时候 加了自己的手法或者不足 算不算二次创作呢 你可不可以自己回答 我没有答案 呃... 其实我也是灰色地带 因为这些官司是要打的 就算好像... 我记得Done尤丹很出名的案件 是... 不知恶搞PT Woman 都要搞到上角 那判前我真的忘记了 但是我认为 其实他这样重新画过 是可以斟酌的 其实... 很明显他不是灯箱 灯箱 灯箱大家就... 不会有任何疑问 是... 所谓的侵犯别人版权 我会这样理解 但是... 如果他是自己再画过 他是用自己的手法来的 就是内敏那些 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 我没有答案 所以我不知道 我想是那个... 分辨的那个问题 如果他画出来 我当你照抄 你基本上没有特征 是可以分辨到 那绝对是侵犯了那个利益 那...究竟他这个画法... 就是... 我讲一个准质的问题 那不是讲单一作品上 因为其实你不同的 还可以是不同的 效果 那... 究竟你就这样看 你会不会是分辨到 其实他不是official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在 要很熟悉才能分辨到 所以就这个作品来说 我觉得他... 那条线是... 真是很慢 真是很近到边缘位的了 这个拆边球真是有漫 应该没有客观标准的 我反而觉得是... 看你的... 其实是by case 看你版权持有人 撿得不出声 不应该是讲版权 即是我们的线 不一定是版权持有样的线 版权持有人可以从来都不出声 但那样东西都可以是不对 如果他觉得他自己被侵犯版权 那这个就是court case 如果他真的觉得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讨论 不是他应不应该要有court case 而是我们觉得这样 是不是... 如果读者立场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 直接是欢迎 如果你比我来说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我其实... 买曼陆比特主要是看叶维青 最好是他画了你很熟悉的人物 对 最好是画了 或者加叶维青的一些风格 天地双龙对白寿王 他加的元素其实不是很少 而且他重新画出来的风格 都有他的元素 我觉得其实是... 你是很明显的事情 或者叫做致敬 但是... 如果你说的是独仔白权 我觉得也完全没问题 嗯 另外再拆开两个case 之前我们就讨论过 内闻有没有问题 其实封面和内闻的分别在哪里呢 即如果... 即如今期是封面的话 其实会不会涉及销书问题 还是... I mean... 即... 销量... 即... 去买书的问题 会不会有人因为天地双龙 而买了万道Battle 而... 而... 未必是真的因为... 即... 可能很坏地说 是叶维青 或... 所以... 买 那... 即是你不知道 即是用了他的角色 即是用了天地双龙 这个角色去买书 嗯 嗯 英雄 因为我所见过 谋屈述 可能大家是坊间 都见过很多 基本巨集的 最终研究 《进击力巨人》最终研究 《海冊王》 《海冊王》最终研究 《美避身》 《龙珠》 《猎人》 他們是不可以出那個玩偶的 他們可以出一頂草帽 他們不可以出那個玩偶 要找人畫是很容易的 老實說 但那些你從來都看見面上的十字巴痕 即是代表性的特性 龍珠你可能只可以用剪影 不可以出那個人 巨人好像是 我忘記了 出一把戒刀的刀片 你會知道內頁都沒有 內頁都不可以出這些圖 你會知道 即使是你重新畫的 都可以出的 都應該是會出事的 撿得最緊的應該是 即使你加了東西也好 即是你說龍珠五胸 然後他畫得很像 後面幫他在面上撇明門那三條鬚 這樣就不是明 五胸 會不會被人告呢 我覺得會被人告 我會覺得要再退一步去想 他告不告你有沒有侵犯版權呢 有時候可以是兩回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版權持有人公司 是否也會告 我想說的是 如果我們用剛才說的幾本書 這麼保守的話 你就會知道 如果畫出來的話 即是會踩到 有機會踩到 告不告永遠都是對方的主動權問題 因為不是刑事嘛 即是他永遠都可以告你 他怎樣告都可以 他可以告都可以敗訴的 也不是一定勝訴的 即是在封面這樣畫法的話 其實內文都好 但內文你一定要買那本書才知道 但在封面的話 你就應該要有版權才可以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 二創條線就是那句話 從來都模糊 我會這樣想 版權的事就暫時講到這裏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講馬後者幫 都會託有 兩邊 都會託有 兩邊 都會託有 二邊 都會託有